女性应该要有一个更自主的能力 就这整个小说就被读解为一个女人 不能够你结了婚就那么安心那么安稳 你应该要有自己的生活 你要对自己有要求 你应该继续上班等等等等 那么然后发展到今天 我觉得在香港当然还是有全职妈妈 但是普遍而言我发现是双亲都工作 但是大陆反而是反过来 过去二十多年来 我觉得是这个方向是倒转了 就越来越多女人成为全职妈妈 然后越来越多女人是抱着 就刚才我们讲那个心态 就这个剧里面其中一个金剧 就是你负责赚钱养家 我负责貌美如花 是那种对吧 就这个想法你倒回到七十年代 八十年代 你很难想象中国会接受这个想法 但现在好像很多人觉得 这是天经地义了 你知道这个东西 对于像我们这种好吃懒做的人来说 是很有太有诱惑了 你多想自己貌美如花 对吧 我有时候假设我是一个女的 我就觉得真的 我完全可以理解 你知道吗 就是说今天社会 你要说而且是往往是年轻人 对吧 你出去工作 你知道多难 哎呀风里来雨里去 这压力太大了 这种工作处境 那有一个自己真心爱上的人 因为爱的时候 他就是全世界 他说我养你 你知道吗 而且事实上身边也有不少老实的这个男人 不都是像嘉辉这样的 就是因为我身边很多一辈子对老婆 确实就是家庭经济支柱啊 一辈子给老婆就是养 养着他呀 但是你知道吗 上次马一利来讲的时候 就讲到这么一个问题 就是啊 本质问题在于经济独立吧 但是呢 有了经济独立 也不等于你有精神独立 很多女的挣钱 虽然是自己挣钱 但是他在精神上 仍然要要依靠 所以我就记得上次 马一利就在讲这个事 说实际上呢 他更重要的 就是这里边讲的另一句了 就是说啊 两个人得共同成长 你知道有些时候呢 男的在外面 生活在外面的这个世界里 外面的交际圈 你女的呢 就是困手在家里 你这个太太圈 太太圈 妈妈圈 你知道吗 整天看韩剧 打敷面膜 然后就是这么一个圈子 逛街 对吧 奶孩子 好 你慢慢这样 多年下来之后 其实真正可怕的 不是你们收入的差距 而是 而是你们俩在一起啊 越来距离越远了 这个完全就是我 你刚说的啊 就是我25年前 跟我太太讲的对白嘛 那就是在美国 刚结婚有小孩了 然后小孩生出来之后 然后 很快就回香港 我就坐下来聊了一个钟头 我就不断鼓励我太太出去工作 不要做全职太太 就这样讲 完全就是说 我们往回到香港 我工作起步 然后你留在家里 我们就 不要说一前一后了 两条路越走越远 以后麻烦很多了 结果呢 我太太坚持不工作 大死也不工作 我当时是反对了 我现在要讲说 我当时是反对 我说不行啊 这样我们看到悲剧的发生不行 而且说一个人挣钱太累了 后来呢 我觉得呢 我养你无所谓 重点养只是起点 养了之后你要做什么呢 就是说 我太太为什么说不工作 她说 讲的道理非常对的 她说佳辉 好啊 我这个外来的台湾的人 拿台湾的学历 我的本领 在香港 我太太写作的 她说香港不需要写作的人 写作的人有梁文道 当学还没有你 有我这样 那所以 她顶多去去做一个工作 大概就是很辛苦的 大概赚一个很起码的工资 可是整个精神的消耗 整个折腾 她说不见得对我们的关系 有好的帮助 反而她在家干嘛 所以这是重点 到底是全职什么太太 她在家就是看书 写作思考看电影 结果假如真的是我在生活上面 经济上面养她的话 是我太太精神上面养我 我的工作什么什么 她看了一些书 看了一些好片介绍给我 重点就是说 你养你无所谓 因为我们也要小心 不要好像全职妈妈 就是一个毁灭的东西 对 没错 你要全职什么妈妈 里面 除了那个什么 什么工作不工作 性别问题 还有一个元素很重要的 必须承认 全职父妈妈 全职中产妈妈 全职穷妈妈 是不一样的 我们都说草根的妇女 基本上是蛮痛苦的 双倍痛苦 一方面受父权的压迫 另外一边受商业市场 或是说所谓资本主义的剥削 可是中产 或者说比中产更高的妇女 不管你工作 或者说全职在家 你有你的优势 问题你懂不懂得用 假如你真的只把你的优势 用在保持貌美如花 那太笨了 那你太笨了 你到最后一定毁灭的 所以我觉得要加进去 我想讲就是 其实真的在基层家庭而言 全职妈妈是非常少的 所以比例上相对要少 不过那是另一回事 你刚才说到这个 精神独立这一点 就刚才你说这个 我觉得很有道理 因为这就是接回刚才 我讲所谓的 日本式的家庭主妇 我们常常看一些 日本的电视剧 你会看得到 这么一种类型的人 就是退休男人 比如说最近不是有什么 孤独的美食武士 其实也是从深夜食堂 内陆发展下来的 那这一类的电视剧 通常他的主题是什么 就是一个退了休的男人 生活得很空虚 不知道该怎么办 就一样不用上班了 那早上闹钟起来 是平常该出门打拼 现在一下没班上 你就发现这个男人 一下子就什么都没有了 生活原来最空虚的是他 那他在家里面 你注意他的太太 原来应该是 所谓的全职妈妈 但孩子也早大了 早出去了 那么这时候 他回到家的时候 他才赫然发现 原来太太老不在家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太太平常就很忙 他们那个生活 就是我要讲 香港现在开始有很多 全职妈妈也是这样 是怎么样的生活呢 就是老公在上班 老婆带孩子 但带孩子之余呢 他跟别的家长 或者怎么样 他们有别的活动 而那些活动 比如说可能是一起学园艺 一起学听音乐 然后一起去旅行 那么甚至他还会参加 很多社区服务 参加很多NGO的工作 参加这个搞那个的 那么等到有一天 年纪大家都大了之后 这个老公从职场上退下来 你就发现原来一直被困的 并不是这个太太 是这个男人 因为他所谓的 你有生活 你有自己的东西 那不是你 那即使是你的办公室 那是你的工作圈子 你一旦离开了那个之后 你其实什么都不是 但是这个太太 她反而外面那个世界 跟这个无关的 她继续很广阔 我总在旅行的时候 碰到这种太太团 他们一团 一团出去旅游 都没有老公 都自己去玩 所以你看 就关键在于什么 我就老说 过去我很 就是说女人 似乎感觉叫让安全感 这个声音更大一些 我有时候就跟着 我这个闺蜜讲 我说这个安全感 我的观点 它是一种 很虚妄的东西 为什么呀 这安全感是一种 你一得到 就毫无价值的东西 你比如说 好 你看 没安全感的时候 你觉得好想有安全感 家辉那么不可靠 他怎么能让我觉得可靠 好想有 但是一旦有了 比如说有的人说 我这老公 这三脚踢不出个屁了 他太老实 我推着他出去 出轨 他都不会出去 太有安全感 好安全了 明天安全了 安全怎么样了 而且我就发现 现在怕的是什么呢 生活停止 我觉得人呢 不是说不管男女 包括我自己 是有惰性的 我反倒觉得 有时候不安全 是让你提气的 让你维持一个好的状态 其实就是你生活 还在继续 而不是就天天看电视剧 然后就是胡吃梦睡 那你说这种安全 这种是堕落呀 我觉得是 对不起 我想反过来讲 什么叫安全 你把安全放在哪里 假如说我们刚才 讲那种电视剧 那个女人 原来过去错的地方 就为她把安全感 都放在老公养她身上 那男人呢 男人的安全感 难道就对 那个男人的安全感 不就寄托在 他的工作上吗 有什么分别 你都是把你的安全感 建立在一个事情上面 所以为什么说 很多男人他失业了 他也全世界都崩溃了 这个男人被炒掉了 他也都崩溃了 因为这时候 他跟一个发现 老公原来还有老三 或小三的女人 有分别吗 没分别 在这个意义上讲 我觉得你说 你要把安全感 不能够建立在老公身上 你还要有工作 对我来讲都是一样的 不是在一种关系 在一种关系里面 现在太深都有问题 当然 反过头来说 我想说的是 你刚刚讲 就是女性经济独立 还是精神独立 就是女性 我觉得首先是 自经济独立 然后精神独立的代价 特别的大 就是其实相比之下 就你想 这个1928年 差不多快100年前了吧 那个 那个沃尔夫写的那本书 自己的房间 自己的房间 他说女的如果想写作 就是说更像男人一样 能够去写作的话 首先你要有一间 自己的房间 他没有说是房子 房间 还要有500英镑 就要有钱 你首先得用物质 把自己隔离出来 你才可能精神上 独立的去创作 你记得诺贝尔文学奖 那个莱欣 他第一次就是很年轻的时候 他就生了小孩了 他就结婚 然后19岁 结婚就生两个小孩 当时他就怕了 你说的这种不安感 他就怕了 觉得说我会快没有我自己 而且他说 因为他看过他的妈妈 还有阿姨什么那种 都是女人在大学里 受了好的教育 知道未来可能会有更好 但是回到家庭之后 他发现现实是这样的 他就特别恐惧 他怎么了 他搬出来 就住在外面 只从亲戚那里 打听孩子的这个消息 坚持去写作 天哪 这个代价 你不觉得对一个母亲来说 太高了吗 保持这种精神的独立性 我自己 我有一年 我试过是我没有工作的 那一年 我老公还跟我说 那那个说这样吧 我说我不好意思 就问人去拿钱 我说那个 就是他说那我每个月 给你发工资 我说这个嘛 这有点北欧份 这有点北欧份 我觉得也很对 家里主妇是一个拿薪水 我还是不舒服 我觉得说 我不好说 这个月又忘记转给我了 你知道 那个话说不出来 然后后来我还是 后来我自己 当然那一年 我其实没有闲着 我特别忙 我那年我自己去采访 我自己在写东西什么的 后来呢 还是又开始去工作 我就觉得 我自己又工作 那个感觉就是 跟我孩子说 这些玩具 妈给你买的 你要什么 去商场 妈给你买 那种感觉 就是我自己的信用卡 去刷 那个感觉真的不同 你是不是感觉 就是当代的这个女性 咱就说在中国吧 还是有个自己的工作好 就自己要有工作 这个工作呢 现在选择那么多 你这个工作 不一定是朝九晚五 你风里来 这个雨里去 但你得有个事干 你这样说 然后咱们从 你看全世界最富有的人 他们的妻子在干什么 比尔盖茨的妻子在干什么 在花他的钱 不是 基金会在帮助穷人 在用他的钱帮助穷人 大家的钱 然后他在关心世界 对 那个巴菲特 他以前是一毛不拔 他不捐钱的 是他的第一个妻子 改变了他 他跟他其实后来是分居 他独立在做一些慈善 因为其实他也有钱 后来他影响了巴菲特 到他 就是他这个第一位妻子 死了以后 巴菲特突然就顿悟 把他大部分钱 捐给了比尔盖茨的 那个基金会去做善事 就是说你可以甚至做到 你虽然花着你老公的钱 但你影响他怎么花钱 这是高人 而且从你这我就觉得 实际上问题在于 就是说全职太太不可怕 可怕的是生活的停止 就是说你仍然可以继续 有你自己要做的事 对吧 你只要有你继续要做的事 你就保持着自己的一个方向 或者说跟某个圈层 你毕竟还是有一个接触 这样万一真的有一天 婚姻破裂了 你再捡起什么来 也是有台阶的 而且就是 所以为什么 我就是说 爱因斯坦有那么一句名言 就是说 要想保持平衡 就生活里的矛盾 比如说进和退 出和进 要想保持平衡 说人生就像骑自行车 要想保持平衡 只有继续前行 就你得一直登 它才不会倒 就是说你这个生活不能停止 你得锐意前行 这是我们的 广告词 广告词出来了 这个福特瑞界原则派 锐意前行 这行了吗 没有 我想爱因斯坦 因为直接的悲剧 她第一任的太太 米列拉 米列娃 大学的同学 女天才 甚至天才 比爱因斯坦还厉害 然后一起做论文 一起做研究 结婚 生小孩 然后坐在家里 然后我们最近看电视剧 《世纪天才》 爱因斯坦里面演得真好 太太从一个天才的女人 变成一个全职妈妈 全职太太 那种悲愤 那种悲愤就是说 到最后爱因斯坦 有机会拿到洛贝尔掌 她太太讲一句话说 本来也是我的 本来也是我的梦想 本来也是我的 那最后完全一模一样 就是跟罗子军一样 到最后她基本上的生活 就在追踪老公爱因斯坦 有没有跟女助理 女学生 走弄又弄 那节目就丰富了 后来就离婚了 离婚的条件还是钱 本来不离婚了 她也很厉害 分居了 不肯离婚 听说是爱因斯坦 这个诺贝尔奖的奖金 就给了她这个前妻了 她也是赌博了 因为不一定拿得到 到时候拿不到怎么办 对 后来她拿到了 全部给她 所以她得奖的时候 毫无欣喜之情 这完全悲剧 这种悲剧到现在还是一样 真的 我看了看 他们这个女人的解决之道 比如说罗子军的解决之道 是什么呢 如果我的家庭破碎了 我走出家庭 从卖鞋开始 然后这么奋斗 但是这给我们示范了 一个什么路呢 就是强者之路 你知道这东西 我真觉得 那天我还看一个女性论坛 几个女人讲 就说咱们女人老被问这个问题 是家庭重要还是工作重要 怎么怎么着 她说当然都重要 当然缺一不可 我们都得把它拿得下来 是吧 这真的就是说作为 难道说作为一个女人 你真得是上得了厅堂 下得了厨房 人家那段子讲的 买得起好车 不是开得起好车 住得起好房 是吧 斗得起小三 斗得过小三 打得过流氓 你真是全知全能全勇 可是对 这是我们的榜样 可是我有时候 我这个同情的眼光 也会看到 男人女人都如是 这个社会上有一种叫弱势人群 对吧 就是当然我们有些人 男的跟女的 确实你有本事 你工作生活都能干得好 但是呢 你也看到大多数人群 因为种种的原因 真的 我那就是见过很多女性 第一做全职太太而不得呀 没有男人说我养你呀 再者说是婚姻被抛弃了 她确实没有那么高的能力 你知道吗 所以在重新走向社会 找工作的过程中啊 就是很被动 那我觉得你这种 不能老是说是学习 罗子军好榜样 她就能解决问题的 对吗 可是我 我还是在想 我觉得 安全感是什么呢 就就你比如说我们 比如说女的学了十八班武艺 那是不是就更有安全感 我觉得不会的 就就我没见过 有很多人是有完全的安全感 一个事业再成功的人 也会有不安全感 所以这样说回来刚说到全职太太什么 那里面牵涉到男女 假如真的要一起走的话 那个关系怎么来谈定 两个人互动 大前提是说 就算没有了那个家庭 没有了那个婚姻 那要怎么样 我觉得整个社会上真的太多的悲剧 都是到现在不断的灌输 说你说还是又有 那个才是生命的安全感 才是价值的所在 而且不仅是女 小军军男人多痛苦 我每次看到这一类的电视剧 我说什么 我都试图从男人的角度看 我说那个男人真伟大 一方面又有外面 又有外遇这个那个 然后可是又要负起责任 不肯撕破脸抛开 抛弃弃子 承受不起这种压力 男人那个所受的苦多么惨 可是男人还是被谴责为人渣 其实男人的苦没人知道 最近那个 你终于被人渣仗义直言了 是不是 最近 不是人渣 是渣人 最近香港有个书展 有个台湾女作家过来演讲 评度 她有一个闪文集 最近有一个书 就讲她自己活到50多岁 有一天她妈妈才跟她讲 其实你不是我生的 你那个是别人生的 然后是你爸跟工人生的 生出来的这样 然后她父亲都死了 然后后来发生了 她寻找她亲生母亲的事情 然后里面写了过程 其中有一段 我特别有印象就是说 她在想她父亲 可能她在想她父亲 一般人来看 她父亲就是人渣 怎么跟家里的女佣搞起来了 还生了小孩 让两个女佣这么痛苦等等 她就想有没有可能 当我父亲跟那个女佣 抱在床上的时候 他们是真爱了 可能真的爱 可能是爱了 然后爱了那个 可是整个社会给他们压力 把他们拆散 然后他还要做回一个好男人 他父亲是教授 有这种思维的人 不当作家都屈才 那没有他就那个 可能是真爱 可是为了那个名誉 为了家庭 然后为了不伤大老婆的心 结果他就这样 跟那个女佣分手 真的 一句男人也不容易 婚姻破裂了 你会不会有被抛弃感 我觉得我老公有这种危机感 他就是强嘛 他自己强嘛 其实你想到底 这种事情都有可能发生了 这一头那一头都会有 那你就想到说 最坏的情况下 我现在有什么 我真的会想一想 我最坏的情况下 我可以搬到哪里去住 最坏的情况下 我能不能负担小孩的教育费用 我都想过 但是同时 我从来不去查什么手机 那个邮件 省得你给自己找麻烦吗 不是 你老公也不敢查你 对不对 而且说到底 我觉得说 这个摩飞定律 我就跟广大爱查的 这个男人和女人说一句 查 就必会查得到 而且查得越多 出现的就会更多 因为很简单 找就会找到 你不找到 你不会罢休了 你一定要继续找 找到为止 而且说到底 我们再退一步 我觉得用抛弃两个字 这是怎么讲 这种语言 有没有 谁抛弃谁 整个概念 对 因为我们可以用一个 稍稍中心的语言 改变 一切关系都会改变 所以我碰到一些年轻朋友也好 不年轻也好 抱怨什么对方变 感情变 我都提醒他们 你们当初两个陌生人 全世界都是茫茫人海里面 陌生人 从没有可以变到有 为什么不能有了 而变到没有了 那一样 当初从没有到变有 现在这是改变 所以假如你执着用什么 抛弃 背叛这些词 那一定是把自己困住 而且 你改变了 所谓抛弃的前提 就像嘉慧讲得很对 是你先有 拥有这个观念 但事实上 我常常搞不懂 什么叫拥有什么 就比如说 如果说我今天被观众抛弃了 大家觉得都不想看你说东西 那我之前拥有的是吗 我拥有过那些东西吗 其实你不拥有 你早就抛弃观众了 不是 而是说 我们迟早都会被抛弃 很多东西 我们迟早会过时 人迟早会被自己的身体抛弃 人迟早要会老死 什么事情都在变化 如果我们真的以为安全感 可以建立在一个老公 他不会抛弃我 或者一份工作 是一辈子都会把我养得很好的 我觉得这是很不可靠的 不安全才是常态 世界上根本没有安全的东西 我们甚至不知道 等一下这个节目 坐着坐着楼顶会不会塌 那所以呢 对 那麦克斯说的 所有的坚固的东西 都必将消融 所以呢 在这个情况下 重点不是要寻找安全感 重点是 怎么样认知 在这么不安全的世界下面 你只好接受 没错 我跟你说 就是文道最后 给我们拔到了一个 哲学的高度 他其实也不要讲女的 男的又何尝有安全感 我觉得我比谁都没有安全感 我现在都没有安全感 到了一种什么程度 你知道 就是我现在就是跟我周围的人 你们跟我说话 千万不要跟我说 问他我跟你说件事 你知道我听不了这个话 你要说什么 你就直接说 你知道吗 现在已经好几次 就是说 我要跟你说 蹦一下 我就全身一震 你知道就是我已经 我认为我植物神经紊乱 就是我已经到这种 我怕出事 怕出事 但是究其实质 就是你们刚才讲的 其实呢 这个不变 咱们就是因为一切都在改变 其实不管男的和女的 你必须接受 或者你必须准备 一切的关系终将改变 世界上没有不改变的东西 但是人就特别执着 你看你不安全感 就是因为你老想 有个不变的东西 你老想你怕变 所以甚至是怕突然出事 还有对 没有安全感的人 甚至是有种敏感的 其实你刚才说的 有可能是天才的那种特质 我记得我忘了是哪个作家写的 说是莫扎特还是谁 特别怕那种一个皮球 弹到脸上的感觉 他就认为那个甚至于是一种敏感 就是你可能太过敏感了 你会看见不一样的东西 就会才 这其实是你的种动力 你创作的动力 你说那个Woody Allen 我觉得他是 我看过作家里面安全感最少的 他从小住在那个地方是 他们家楼 好像外面是一个走火车的地方 轰隆隆的 他就老是觉得特别害怕那个声音 你看他整个作品里面表现出来 就是自己是一个 很渺小 对 神经质 哆哆嗦嗦的那么一个犹太人 可是他把那个东西说出来了 就像一个笼包 你给他捅破了 其实是把他那一个阶层的人 那些跟他差不多的人 所有的人的不安全感释放出来的 他不是说说我永远不会去那个会收我这样的人的这个俱乐部 就是那种东西我反而捅出来了 他能嘲笑自己的不安感当中获得了一种安全感 就是说其实你不要说女的觉得我没工作我就没有安全感吗 有工作难道就有安全感了吗 就是一切你所有的都可能随时会失去 这是一个根本的事实 那么你对这个东西要有准备 要能够承受 谁都有机会承受 倒霉袋到处都是 那轮到有一天自己倒霉了 该怎么办呢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事 还是说到底啊 还是一个共有的 就是说恐怕不安全感是人这种动物的本质 甚至是人 你比如说恐惧 咱们要没有恐惧这件事 咱们活不到今天 恐惧 你懂得对一些事情恐惧 你就懂得准备好了你的状态 你就准备好了 或者吃一欠长一智 你才能够这个生存和发展吗 所以其实没有安全感 反倒变成个好事 那恐惧还是负面的语言 因为你假如说可以奴长 这是你说变 有时候会变得 让我们面对比较困难的情况 那个就是长 刚说到一切本来就是这样 你预先预期拥有 才会有所谓的抛弃失去 所以你当然会恐惧 到恐惧 所以那个恐惧还是让你不舒服 你一直不舒服 所以你假如奴长的话 你就奴长 有的时候也奴长生活 没有也奴长生活 可是说到底男人还是苦 男人没有奴长的条件 男人你刚刚说到 Virginia Wolf 要有个房间有500英镑 可以好好写作 我有自己房间我也有500英镑 可是我500英镑 又跟老婆分一半 女人不用 你女人就给我500英镑 我去写作 女人抛弃你也得给你分扶养费的 什么 那女人抛弃你也得给你分扶养费 是吗 是有这样啊 对啊 当然啊 女人苦 男人也苦 渣男尤其苦